升级论症 看回人生指数方面 已经连续跌了四个礼拜 也破了今年度的低位 已经大约港股最后一个月份了 相信今个月也走势方面 比较反复一点 和会来淡一点 其实见到上星期多借的大股 都接连穿了52周低位 包括美团点评 其实看回ATM来说 除了美团点评最弱的就是阿里巴巴 出了业绩之后 因为分拆事件 在云端服务的推进方面 也有所缓持 令到股价费的反应方面 非常弱势 如果是博取科技指数 和在这里再次穿回 今年度的低位的话 不妨考虑阿里巴巴超短线的 胆仓部署 言水平10%价位的 如果夹息5%就做止算 不过各位观众要留意 现在是属于这个月头状态 无论过股和指数的走势 都会比较反复一点 那么我走位出入市 也要有一个快狠准着策为主 跟进炮姐短线看谈阿里巴巴博具 再破底的部署的话 可以留意我们升线刚才身上的 一只贴价 潑仑21349 21349行使价是71.75 在下年的9月份 在下年9月份赌期 实际杠杠杠杠杠杠有3倍 让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阿里巴巴在72元附近的话 21349的理论价钱大概1.8元 如果去到64元这个理论价钱的话 大概下跌一成的话 21349的败价价价可以去到大概2.5元 潜在的升幅又要求4成 上次沽粉我持有阿里巴巴